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二百六十五集 破 蓝叶云笑笑 没有 楚寒生一愣 啊 乌玛族的符咒 我没有不会解的 蓝叶云自得地笑笑 那叫一个摇头晃脑 你 楚寒生很是无奈 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惊喜 这么说 冬至封印也难不住你了 蓝叶云点头 要解这种符咒 需要在正午时分 和我们八人之灵力 再加上奉祖王祖之血为义 配合破解符咒的咒语 则封印可破 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直到蓝叶云的话说完好一会儿 荣誉朗才首先开口 这么听起来 虽然的确麻烦了些 但应该不成问题 东霖凌峰点头 我倒是觉得 这解开封印的法子 未免太简单了 既然想让乌玛帝国的江山千秋万事 六合乌师 为何不设下更加复杂的封印呢 苍莫手摸下巴猜测着 嗯 会不会是凭他们的能力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再难道 他们也不会了 有这个可能 沈醉欢点了点头 接着却又画风一转 不过你们别忘了 之所以觉得解法简单 是因为楚姑娘解开了那些符咒 并且将之转化成了乌玛帝国的古文字 否则如果只凭我们 恐怕就算累死 也休想达到目的 还有 你们别忘了 封印未解 原本我们是不会有 凤族王族之血的 蓝叶云淡然一笑 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因为阿征 已经莫名其妙地 恢复了凤族体制 才是破除封印成为可能 否则这原本 是一个死局 没错 众人纷纷点头 只有凤族王族之血 可以破除封印 但只有破除封印 才能得到凤族王族之血 用蓝叶云的话说 六合巫师想必一直以为 这是个不可解的死局 所以 东之封印 是绝对不可能被破除的 但是 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居然会出了楚寒征 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 并且 莫名其妙地 恢复了体质 才硬生生 将这盘死棋 给盘活了 开探之中 苍莫已得意地 嘿嘿嘿笑了起来 嘿嘿 连六合巫师也没有想到 咱们凤族 会出了王妃这个救星 还以为他们设下的封印 天衣无缝呢 原本是的 荣誉朗同样笑得 见牙不见眼 只不过他们自认为 最天衣无缝的两个关键 看不懂的符咒和王族之血 在王妃手中 都变得不值一提 就算是天衣 也被扯出了一条缝 既然方法已经有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玉宁谋摩拳擦掌 越跃欲试 越快越好 蓝叶云的眼中 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就是今日 五十件分晓 当然 当众人终于知道 那种让他们焦头烂额的文字 究竟来自何方时 也就终于知道了 楚寒征的真实身份 一近五十 阳光正好 晴空万里无云 海边的天 似乎比别处更蔚蓝 更可爱 连空气都分外清新 蓝叶云与楚寒征 并肩立于中间 沈醉欢等六人 分作两组护在他们身边 八人一字排开 各自神情肃穆 急刷刷地盯着 当日封印出现的那片天空 突然有些手心冒汗 白绍峰忍不住轻声开口 王爷 真的可以吗 破解封印的咒语 你可背熟了 千万不要念错了 呃呃呃 苍莫蒙点头 手心的冷汗 一点都不比他少 王爷 这可不是在学堂背书 错了顶多挨一板子 人命关天哪 是啊 东陵凌峰居然也有些紧张兮兮 要不你先背一遍给我们听 蓝叶云一脸黑线 够了哈 在你们心里 我就那么不靠谱吗 看到他脸色不对 玉宁某赶紧出来打圆场 过分了你们 王爷是怎么做事的 你们不知道吗 就算他不靠谱 不是爱王妃吗 万无一失的 蓝叶云的额头 顿时三排黑线 你这是夸我吗 我看最过分的就是你 楚寒征当然哭笑不得 忙安慰一般握了握蓝叶云的手 各位的心情我很理解 不过记住了 云是我们的天 除非天塌了 否则他绝对值得我们全身心的信任 众人心中一领 居然起起点头 是 蓝叶云刹那间傲娇地挺了挺胸疼 嗯 还是咱家王妃会说话 便在此时 沈醉欢突然低声开口 注意 五十到了 蓝叶云目光一宁 双臂一圈一画 指缝间已是紫芒闪烁 众人一样失围 八股灵力缓缓激荡 所有人的衣衫都烈烈飞舞起来 片刻后 蓝叶云一声低斥 去 刷 八道颜色各异的光芒直飞而出 目标正是封印出现过的那片天空 紧跟着蓝叶云急声吩咐 阿正 王族之血 楚寒正点头 迅速咬破手指 一滴殷红的血如飞而去 刹那间融入了那八股灵力之中 与此同时 蓝叶云的嘴唇已急速地颤动起来 一种源自上古时期的 古老而尖色的咒语 如疾风咒语般 传入了众人耳中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感到 仿佛灵魂都受到了震动 刹那间 众人面前居然再度出现了 与那天一模一样的场景 那片原本晴朗朗的天空 突然变得黑沉沉的 紧跟着金光闪烁 那些曾经困扰众人许久的奇怪文字 再度浮现了出来 封印 这就是东之封印 终于再度露出了 他的庐山真面目 不过这一次 将是他最后一次 出现在世人面前 蓝叶云口中的咒语 更加迅极而晦涩 虽然完全无法听懂 但每一个字 都仿佛敲在了众人的灵魂深处 就在他们几乎有些无法承受时 蓝叶云突然双手高举 一声吏赤 破 风隆隆 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响 仿佛整个天空都颤动起来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那些符咒突然奇奇地爆炸开来 无数碎片四散飞扬 仿佛下了一场壮观的流星雨 只不过那些闪着金光的碎片 还未落到地面 便疏得消失无踪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那片空中的黑雾慢慢变迁 直至完全消散 青天白日 重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许久之后 一切终于重归平静 转头瞧瞧 四周没有任何变化 楚寒征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地 轻声开口 东芝封印 这就算破除了吗 为什么 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蓝叶云微微一笑 不用怀疑 东芝封印的确已经不复存在 不过封印一共有六个 这才只是破除了一个 能有什么感觉 何况你早就已经恢复了 凤族体制了 就算所有的封印全部破除 恐怕你也感觉不到什么 楚寒征文言 越发满脸好奇 那你们呢 到时候 你们能感觉到什么 蓝叶云又笑了笑 不知道 楚寒征挠头 也是 这些人虽然是凤族的后裔 但从一出生 体制便被封印了 当然不知道 恢复体制是什么感觉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东芝封印的确已经破除了 接下来 他们可以赶往下一站了 想到此 楚寒征兴奋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蓝叶云点头 目光中透出一抹坚毅 接下来我们的目的 是南芝封印 除了戎雪带之谜 依然未曾解开 但此来人鱼部落最重要的两个目的 破除东芝封印和配置冰魂雪坡的解药 都已达到 众人也就不再耽搁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跟荣耀泉等人告别 乘坐船只离开了此处 虽然料定他们离开之后 短时间内 高陵诺应该不会再对 人鱼部落栖息地下手 不过 为防万一 蓝叶云他们 还是留下了一半的破天雷 并且叮嘱荣耀泉 有空便继续赶制一部分出来 就算现在用不着 将来与乌马帝国全面开战时 也可以派上用场 这玩意儿 对付飞在半空的飞天军团 都威力无穷 何况是平地作战 到时候 不把乌马帝国的军队 杀个落花流水才怪 所以荣耀泉连连答应 表示会时刻做好 决一死战的准备 京城将进正午 废物 废物 都是废物 毫不新鲜的咒骂 自御书房传来 一旁伺候的内侍 原本已经昏昏欲睡 灯时下得一机灵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连连叩头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皇上饶命啊 高麟诺喘着粗气 冷冷地看他一眼 暂时不曾开口 日前的低血检验法 分明十分有效 很是斩杀了一批 该死的凤族余孽 谁知不久之后 居然完全失效 再也看不出任何不同 狂怒之下 高麟诺自然猜得到 必定是蓝叶云等人 动了手脚 却偏偏毫无办法 难道不分清红造白 见人就杀 就算他想 群臣也愈发坐不住了 一天三趟地入宫请命 要求他停止杀戮 否则国将不活 无奈之下 他只得寒恨收手 强命大祭司 立刻寻找其他的办法 务必将凤族余孽 斩尽杀绝 谁知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奉命带领 飞天军团出征的高原列 倒是很快便返回了帝都 却是惨败而归 又折损了数十架 铁翼神鹰不说 甚至连对方的一根头发 都不曾带回来 方才派人去催大祭司 问是否找到了新的法子 辨别凤族余孽 得到的回答是 没有 怎不令他恼恨欲狂 缓过一口气 看到那时还跪在一旁 抖抖缩缩 顿时感到分外哀眼 高麟诺不由一声力喝 滚 滚出去 是 是 那时哪里还敢多说 立刻连滚带爬地 出了御书房 便在此时 高原列的声音 自门外传来 父皇 儿臣求见 你还好意思来见朕 高麟诺一声冷哼 进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